但墓葬中的陪葬品 却为后人留下了另一个谜团 在墓葬的东南测室 考古队员发现了散落的大量碎桃片 这些桃片都为低等级泥质灰桃 极为朴素 相比陪葬品各显奢华的 先秦之青铜 秦汉之永振 曹修牧 更像一个平民墓 官居高位的曹修牧藏 为何如此寒酸 原因或许就来自他的主公曹操 盗墓影片虽是虚构 但这门古老职业的缘起却是真实存在 一千八百多年前 曹操一定对一篇习文刻骨铭心 为袁统席玉周文 作者用文字讨传曹操 其中一大罪责便是亲自带兵 盗决西汉王族大墓 一次盗决获取的财物 竟直接养活曹军部队三年之久 曹操还专门在军队中设立摸金校尉 发丘中郎将等官职 人们口中的摸金校尉 正是因此而来 当然跟曹魏这些曹魏族 他们亲历过东汉末年 就是战乱期间 这些东汉帝王的墓葬 他们的被盗有关 所以说他们对自己的身后事 是有担忧的 他们认为这些墓葬的盗决 他们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葬 因为你在墓葬里头 埋藏了很多的珍贵的一些东西 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 你的墓葬会被盗 伯葬制度因曹操起 并以身作则 历史在一千八百多年后 曹修墓中被印证 被曹操带若亲子的曹修 自然也记得主公那些不堪往事 尚有所唱下必孝之 伯葬之外 曹修还将自己的墓葬 隐藏于高大的墓陵与风土之间 不风不树 像寻常荒野一般 不想被任何人击起 但虽然是一些不起眼的淘气陪葬 考古队员仍旧觉察出一些不寻常 武剑造型独特的陶冠 引起了王贤秋的兴趣 这是四系冠 从公义上 后人对他们有另一种解读 南方访词 三国卫属 作为任何两方 在战场上大多兵戎相见 但为何具有无国特征的四系冠 会被埋入战争对手 魏国国防部长的墓葬之中呢 曹修的墓葬里边 出现这种四系冠 本来是一种南方的文化因素 为啥出现这呢 就是曹修造在这个12到18之间呢 在南方生活了几年时间 他对南方的这些日常所用的东西 有一种怀念 可能他承加了时间以后啊 还要求南方拿回来一些东西用 所以他的墓葬里边 有这种南方的文化因素 非常正常 战火已无法阻止民间的流通 魏国国防部长曹修 也通过这样的渠道 填充着自己的墓室 但只有这件器物 曹修不顾博葬制度 一生携带直到墓葬 曹修墓的这个 整个的他的就是墓葬的特征呢 还是体现了整个曹卫朝 他这种搏葬的这种特点 包括推荡品呢 是以这个陶制的模型名气为主 而且非常的简陋 在出土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几件 就是非常精美的物品 就是其中有一件 是这个神人暴一通带沟 就出土在这个位置 而且它距离这个 出土这个人体这个头部和肢骨的位置呢 这个非常近 曹修墓博葬的另一个极端 这件带钩以铜为底 表面留筋 长不过一根成人食指 宽不过一枚一元硬币 如此小巧与精致 很难与一位武将相提并论 在中国古代 带钩主要在男性腰间 扣挂武器与事物 又称西笔 食用之后 因为外露 古人们常常将其制作的精致美观 以做装饰 但曹修的带钩却不畏装饰 神人 神人是指钩上浮雕 一张类似人的面孔 却拥有钩肩状的绘部 头两侧有向上竖起的长耳 带官 背部一对翅膀向上延伸 手抱鱼 是指双手抱鱼 口咸猪 用会咸住鱼的稳步 勾手是一瘦头 眉上卷 双目圆针 两侧双脚后卷 鼻中镶嵌料珠 这位神秘的神人是谁 为何做如此造型 神人暴于铜带钩 有学者作为专门的研究 他们认为神人的形象 应该是欢东 因为在《山海经》中 曾经有记载 它有必兵获的功能 所以说就是有学者就推测 这个神人暴于铜带钩呢 极有可能是这个武将所配的 凤鸟寒郸 神秘神人 阵邪避兵 祈福求贵 在曹修炎中 这件代钩早已超越了实用价值 更像是一件护身符 在三国战场上护右祈福 《山海经》 翻越山海经 王贤秋找到了类似的面孔 那是一个南方的神奇国家 欢投国 国人们长有鸟形的尖嘴 背上生有一对 只能用来做拐杖的翅膀 成群结队的欢投国人 经常扶着翅膀游巡于海边 伺机用他们的鸟嘴进行捕鱼 欢投形象的改造者同样神秘 那是生活在江汉流域的古代三苗人 他们认为神圣的欢投国人 有自虚空中直接获取生命能量的道法 并且体能超长 三苗先民将欢投视作自己的祖先神 这样的传说在漫长文明承接后 化身为中原武将的信仰与守护 他们希望那些传说中的鸟守神人 能够实现自己骁勇善战的心愿 所向披靡不死之身 曹修便是其中一位忠诚的信仰者 但神人并没有为曹修带来永恒的战无不胜 公元228年曹修战败 不久后悲愤而死